公投是人民的权益 撒劳业人民的声音是撒劳业人民的选择 撒劳业宣法以18条款 必须以公投法保障人民权益不受侵犯 移民自主权 任何非撒劳业公民必须使用护照入境撒劳业 马上停止使用大马卡入境撒劳业 教育自主权 坚决维护应以为撒劳业官方语言 教学没介意 各远流民族母语自由学习以使用 撒劳业历史必须纳入学校课程纲要 财务和关税自主权 撒劳业政府应该成立撒劳业储备银行 恢复发行撒劳业货币 由撒劳业储备银行带领建立更强大的经济机制 检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条款和承诺必须马上兑现 权益必须归还于撒劳业人民 检讨石油法令 撒劳业的石油是属于撒劳业人的 其他人不能强行拥有 停止歧视和打压宗教 种族语言和文化 尊重多元社会 珍惜社会和谐安宁 加强社会福利 政府应该提供免费交易 免费医疗保健 廉价房屋及更高的薪金制 立法机关 行政与执法机关 司法机关需要大幅度改革 透明管理公平施政 媒体必须秉持专业 中立事实报道的精神 撒劳业人杜绝贪污行为 拒绝彭党主义 撒劳业人要求公平与干净的选举 土豹党、人联党、民进党、人民党、革新党、工人党、联民党、犀鸟党、人民力量党等本土政党 需要改革以符合透明、民主、联政三大原则 乌统、伊斯兰党、公正党、民主、行动党、民政党、马华、国大党、社会主义党、人民党等马来亚政党 立刻离开撒劳业 撒劳业只需要本土政党 撒劳业